继续回到直播环节 身边的嘉宾继续邀请到有我们研究部的经理陈伟聪 Jason Jason 你好 是 苏迎宁 你好 跟Jason再去跟进一些关于光伏股的消息 轻业太阳能编号750、保理协阴300、协阴新能源451 公布建立一些合作关系 为期三年 协议在2015年的合作项目 规模不少过500兆雅 以分布的光伏电站为主要的合作方向 先讲讲这次的合作 大家都知道保理协阴和协阴新能源本身是一个母子公司 关系都叫做物不可分 这次会连在轻业太阳能750合作 是不是也看过政府政策划发展分布式电网为长期战略 而轻业搞的太阳能业务正是很分散 可能有时在屋顶或者天台都看到业务 再加上发展标准设定的小型电网光伏企业不多 變相輕業太陽能有一個明顯的優勢在這裏 三間公司都在太陽能產業鏈裡扮演不同的角色 保利協鑫是屬於最上游那一層 做一些多貞貴、貴片這一類太陽能電池板最上游的原材料產品 輕業方面正如你剛剛所提到 他本身做的業務都是以建築為主的 建築的不是建樓那類的 是幫人在外場、天台、屋頂等位置裝太陽能板 所謂的EPC或BOT項目 他很多時候幫人裝完整個工程後 整個賣出去給人的 作為一個叫中下游的項目為主 當然他自己也有時會參與一些發電站的興建 但很多時候建築完之後就未必會自己運動整個電站 通常都是以賣出去賺取一次性的收入為主 說的是協鑫新能源 這間公司就在今年年初的時候就被保利協鑫去收購 兼且改了名字 他的定位就是扮演在下游組地面發電站這個角色 所以你說今次他們三者定立這個戰略協議 其實他現在說接下來會合作的項目規模 就會是不少於500MW的一個光復電站 當然都是以一個分布式的電站為主 你說一些大型地面的電站的規模相對不會太大 反而你說分布在屋頂或者幕牆方面的規模相對的佔比會高一些 你說今次三方面合作對於輕業來說有什麼好處呢 當然說輕業本身其實都接了不同類型的政府的project 去幫他們設定太陽能板裝上去 但是你說今次和這兩間巨頭公司去合作 那至少可以穩定得到訂單 如果你說有500MW 接下來是會做的 那說到未來這幾年所接的訂單項目 都應該不會少得去哪裡 再加上本身輕業太陽能自己營業的地區 很多時候都只是針對在廣東省那邊 和湖南省這兩個地區而已 所以他們的客源相對來說是比較窄一些 但是今次你說拍著保利協欣和協欣新能源做 有機會將他們的業務的範圍 可以進一步擴大到內地不同的地區 變相收入來源方面都可以增加得到 這一方面都是有個好處 所以如果你說這個合作 我自己覺得對於輕業太陽能來說 都是一個相當大的機遇 除了輕業太陽能之外 另外那兩間保利協欣和協欣新能源 都是一個母子公司 他們今次的合作方面 是否都可以一起聯手去穩定客源的增長 接下來是否都會很受惠得到今次的合作 如果你說對另外兩間 例如保利協欣 剛剛提到它本身都是一間很大規模的 龜片生產商和出口商 現在他們都面臨外國方面 特別美國方面 會徵收一個比較大額的進口關稅 所以大家都會預期到 接下來內地方面 這些太陽能的上游原材料產品 是否真的可以繼續增加出口額度 去美國那邊我相信就很難 所以換來的 希望內地那邊接下來會做多些 所以如果你說今次這三間公司 就是成立了一個合作項目 接下來在國內不同的城市 不同的地方 包括可能一些政府部門 一些商業大樓 那裏都可以裝到太陽能項目上去 增加分布式發電的話 那我相信對於龜片的需求量 都會有一個很穩定的保證在這裏 就不會說突然之間 因為你的出口去美國那邊停了 所以就令到保利協欣沒有了訂單 那這一方面對於保利協欣 都是一個叫做相當之好的幫助來的 那至於你說協欣新能源方面 由於在過去幾年一直都不是從事太陽能業務 那但是你說現在拍著輕業去做 或者拍到保利協欣做 那起碼就說是一開波搞的時候 都可以有個partnership的運作 譬如說在那個上油原材料供應方面 又去阿媽保利協欣可以不斷地 一個比較便宜的價錢賣給他 另外你說要找人搞整個項目 在那個工程規劃上面 亦都可以依靠輕業方面 來幫他設計那些電站 或者幫他做整個建築的一個過程 那這些因素其實都是相當之難得的 那所以我相信這次這個合作 對於三方來說 都是一個很大的契機來的 那你說在做完這500MW之後 會不會接下來有更加多項目 會陸續有來呢 這一方面其實對於業績來說 都是會有很大的補償 似乎今次三間公司的合作 都是比較利好的消息 剛剛你提到 美國對於中國一些光復的產品 有一個反傾銷水徵收 其實都是一個利淡因素 不過看中國內地方面 中央早前出了一些政策 批了一些新項目 大力支持發展再新的能源 也都引來了今次這一個 就是有三間公司去合作 去加快他們業務的發展 其實這個板塊 會不會是下半年都可以是一個焦點的板塊 接下來都可以再去看好呢 今年上半年由於內地經濟 或者流動性方面都比較頑皮 所以很多分布式的發電項目 都未能夠達到當初所定的目標 部份方面都相對比較慢一點 但是說國安能源局那邊 之前都很強調 就是希望全年 全國方面的光復裝機的新增容量 都去到十個的Gigawatt 如果你說上半年做不到那些 去到下半年會加快開工的 還有今天方面都見到上海證券部的一些報道 就說國安能源局的局長都說會計劃 接下來都會在全國分布式光復發電的示範應用 都會是加大那個補貼的 所以如果你說有一些新的補貼 接下來會推出 或者新的措施 接下來都會支持這個分布式發電項目的發展的話 我相信接下來整個光復的板塊 應該有機會可以追回這一陣的落後 好 麻煩Jason的分析 我們還有少少時間 不如都再去和大家跟進太陽能板塊的表現 保理協欣跌超過1% 報2.59% 卡姆丹克跌一線 輕葉太陽能升超過2% 報12.26% 二康能太陽能沒有升跌 遜耳光能升埃近2% 報2.23% 這一節的時間就差不多了 麻煩Jason剛剛的分析 都想和你做一個申報 剛才所說的股份有沒有持有 沒有持有 謝謝Jason 稍後回來繼續有直播環節 家庭觀眾千萬不要錯過 稍後再見